大憲章Magnon Carter是英國的 一二一五年英國的皇室和教會和很多其他的精英 他們制定了一個憲章出來 首次限制了皇室的權力 一二一五年為民主拆除了一大部分 結果到十九世紀那時候才可以有普選 而那些普選也是很狹窄的普選 所以一個民主的路程 這個民主路程做了七八年 700年不是七年八年 在美國在七八九年就有了憲法 但是到一九二九年 女性才可以投票 那時候才可以投票 黑人要到一九六四年 或者六五年 那時候我人在美國 所以這個路程又是很長很長的 其實我想說什麼呢 如果我在美國和我們的美國朋友聊天 他們就會解釋 我們的民主還有很多缺點 民主的盡情永遠都沒有終點 或者另外一個說法 或者另外一個說法 其實可以有更好的民主 但是呢 沒有最完美的民主 到今天為止 全世界都沒有 我們要認識到這些這樣的問題 我們要認識到這些這樣的問題 我呢 二十年 即不是二十年 一年前 我二零一 一九九七年呢 四百個人投票選了我出來 四百個人投票選了我出來 到二零一七年呢 二十年的時間 二十年的時間 香港就可以 到現在的幾年 投票選擇手 這一個很快的進程 來的 立法會進行表決 我們七十位議員當中 大部分議員 包括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 都已經表態支持 正趕方案 但是立法會內的泛民陣營 認究質疑表示會頭 反對譬如意圖以困綁民投票的方式 襲外個別泛民議員順應民意支持方案 若泛民議員堅持這個困綁的方式 令到政改方案未得到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的支持 而被否決了 只會令一人一票選舉特首的機會 變得遙遙無期 只要我們時刻都這麼證明 騙徒就無所遁形 泛民主派不是一個政黨 我們沒有單一的黨邊 我們二十多個人之所以是同一個立場 不是什麼捆綁 如果是捆綁的 都是受我們的良知捆綁 如果真的有捆綁的 都是為香港人福祉而捆綁 我們現在制度投票 我們會盡我們之所能 向香港人解釋清楚 如果你代了這個受制於人大831的方案 其實中央政府交了功課的了 他不需要再交 而這個特首根據這個方案選出來的 他根本是仍然會服務這1200個 今日的選委 明天的提委 你要留意 特區政府的提案 這1200人 無論38個界別分組的組成不變 選民基礎亦都一樣 這1200人在過去18年 我們都覺得他不代表我們 這1200人組成的都是一些特權的階級 這些特權的人透過政治的選舉制度 繼續鞏固和擴大他的特權 以圖更大的利益 一天這個格局不變 香港都沒有運行 民主派在未來的6、7個星期 我們會盡力去將這個道理說清楚 所以董先生出口信 說我們懇綁 根本他就是不明白 原來世界上還有真理、良心的 不是像他那樣 只懂得做權錢的交易